新北市政府積極推動捷運三環六線 而今天安坑輕軌狩獵車正式亮相 大片透光的玻璃門窗 搭配色彩奪目的光耀金配色 這是新北市安坑輕軌的狩獵車 有比其他輕軌製造大多全彩進口 安坑輕軌全線十五列車廂 都是由台灣車輛公司生產 列車採用國內車體強版空調電纜 座椅照明 每列共有五截車廂六十二個座位 可載兩百六十五名旅客 我們迎來了光耀金的安坑輕軌手列車 這裡面的列車裡面的所有的配備 最重要要符合我們國產國造的精神 所以裡面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比例 是由我們國產來製作的 而且所造的比例比淡海輕軌的百分之二十二 還超過 後裔透露目前安坑機場建物主體建構 及駐車廠扇行區都已完成 預計今年就可以達成高壓供電目標 安坑輕軌目前我們的施工的進度 非常的順利 我們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全力以赴 目前安坑輕軌的整個施工 已經達到百分之八十三 那未來除了我們所列車 在九月份進出以外 陸陸續續我們的列車都在交貨後當中 我們期待安坑輕軌在一百一十一年的年底 能夠順利通車 路線全長有七點五公里的安坑輕軌 一共設置九個後車站 未來通車後可提高新電安坑地區 大眾運輸需求 節省雙北市區約二十分鐘的通勤時間 後遺期盼便捷的交通 能帶動地方發展 記者綜合報導 下一集 中文字幕提供 毛巨大